一个普通的民间主张为何会一再响应汉无地的号召 不仅愿意把自己的财富捐献给国家 而且还愿意为汉无地卖命 司马光认为 不是其实就是汉无地的一个托 既的政策而树立的一个榜样 那么不是这个托起到作用了吗 司马先和帮顾又是怎么看待不是现象的 复旦大学江彤老师为您精彩想熟悉的节目 汉无地的三张念头第十八集 补试作托 敬请关注 汉无地为了推行一系列的挽救财政困难的措施 急需树立一个榜样 这时一个叫补试的民间辅商站了出来 并且无条件地支持汉无地的政策 可是关于补试现象 三位史学家的描述大不相同 邦顾不仅肯定了补试是一个质朴正直的忠厚长者 而且通过补试现象 再次肯定了汉无地善于识别人才的眼力 和布局一格用人才的魄力 司马先一如既往的隐晦 没有明说 但是暗示读者 补试是汉无地实行算民告明步骤当中的重要人物 表彰补试是汉无地请大家喝敬酒 司马光依然很直接 看了资质通鉴的技术 读者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补试其实就是汉无地的托 那么汉无地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托呢 补试之后有人效仿他支持汉无地吗 复旦大学江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汉无地的三张面孔第十八集 补试做托 敬请关注 我们以前讲过由于战争和其他各方面的原因 汉无地时期曾经一度出现了财政非常困难的局面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汉无地想了很多办法 制定了很多政策来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汉无地的这些政策和当时的财政状况 社会上其他各个阶层的人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尤其是当时社会上比较富裕的这个阶层 因为我们知道在汉无地的政策当中 有一项政策是专门针对这些比较富裕的人群的 我们以前讲他有一个叫算命令 就是规定比较富裕的人 尤其是那些工商业和手工业从事者 要申报他们的财产 他们占有多少货物 按照这个12%或者是6%的比例来收税 这对于这些人来说 是一个额外增加的这么一个负担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负担 把自己的财产隐瞒起来 不申报 那么没办法 汉无地为了贯彻这一条政策 又伴随着制定了一条叫告明令 鼓励大家去告发 如果你告发准了 那么把被告的这个财产分一半给这个告发人 在这个告明令执行的过程当中 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矛盾 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 社会上这些富裕阶层 对于汉无地的这个财政政策 是非常不认可的 有这种抗拒心理 但是在当时有这么一个人 他不仅不像其他的有钱人那样 把自己的财产隐瞒起来 而且还主动积极的把自己的财产贡献出来 捐献给汉无地 说我们一起来共度这个财政难关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这个人名字叫卜氏 卜氏何许人也 是当时生活在这个河南地区的一个有钱人 他致富靠什么呢 靠这个养养 这个养养的非常好 发家致富了 那么这个不是第一次跟汉武帝说 愿意把自己的财产贡献出来的时候 正好赶上汉武帝和匈奴打仗 打得乐火朝天的时候 卜氏说我愿意把我的财产贡献出一半 给你用于补助军费 补助军用 汉武帝一开始觉得很奇怪 哪有这样的人 要把自己的财产主动的贡献出来 就派人去问 问这个卜氏说 你是想当官呢 还是有冤枉要申诉 这个卜氏说 我一不想当官 二没有什么冤枉要申诉 我就是想为国家做点贡献 想为消灭匈奴做点贡献 汉武帝觉得这个事情太蹊跷了 就跟当时的丞相公孙宏讲了这个事情 公孙宏就说 此非人情 这个不是常人的表现 一般人的表现是什么 一般人的表现是 巴不得把自己的财产保护好 你不许任何人来侵犯 包括其他人也好 或者是国家 或者是社会团体也好 不让别人侵犯 这是正常人的心态 那么不是这个反藏的举动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公孙宏就说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另有目的 建议汉武帝把这个人先晾一晾 这一晾就好多年过去了 汉武帝差不多就把这个人给忘了 但是这些年来 汉朝中央政府一边 他是四面开战 一边国内有很多流民 平民需要安顿 所以这个财政是越来越紧张 国库几乎就要空掉了 这个时候这个补士 他就不去跟汉武帝讲 直接拿了二十万钱 去找当时的河南太守 跟河南太守说 你拿这个钱 用于安顿那些需要迁徙的平民 安顿那些流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河南太守就把这些曾经出钱 帮助官府来安顿平民的这些富人的名单啊 报上去 报到汉武帝那 汉武帝一看这个名单 一眼就认出中间不是这个人 这个事情啊 让汉武帝感到非常感动 因为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有钱人 他是要把自己的财产隐瞒起来 不想让朝廷占有 不想贡献给这个社会 像补士这样 三番五次的主动要求 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 帮政府解决问题 而且付诸实践行动的 绝无尽有 或者说是少之又少 那么汉武帝他觉得 补士这个人啊 可以把他树立为一个榜样 让全社会都来学习 于是呢 他就要奖励这个补士 一下子就奖了这个补士 十二万 我们前面讲补士 他这次捐了多少 是捐了二十万 汉武帝呢 讲给他十二万 要是补士把这个钱拿进去呢 他等于说是 就是花了八万块钱 买了一个名气 买到了这个皇帝的信任 所以补士啊 他就没有拿这个钱 把汉武帝奖给他的这十二万 又重新捐给国库 所以这么一来 汉武帝他就相信补士这个人啊 他是真心实意的愿意帮助 政府来解决困难 所以就对这个补士说啊 你养羊养得非常好 那就这样吧 你呀 替我到这个皇家陵院里面 帮我去养羊 帮我去管理这个羊群 补士就非常高兴 然后就帮汉武帝去养羊 做了汉武帝的御用羊官 这个补士果然有一套 把汉武帝的羊群啊 管理得很好 也繁殖得很好 汉武帝都看在眼里 那么有一次就跟这个补士聊天 补士呢 就跟汉武帝讲了一番 牧羊经 他说这个管理羊群啊 其实跟管理老百姓 道理是一样的 如何如何讲了一番 那么汉武帝觉得这个人 是个奇才 不仅他有愿意为国家 做贡献的这么一种精神 而且很有才能 于是啊 就在汉武帝的安排下面 这个补士 逐渐逐渐的就走上了仕途 开始当官了 到了原顶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一百十二年 补士又做了一件 让汉武帝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这一年 汉武帝他为了摆平南越 在我们当时中国南边的这么一个地方国家 为了摆平这个地方 调动了大批的军队 对南越实施军事打击 前线战争非常痴情 虽然汉朝的军队在实力上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呢 由于随土不服 损失也不小 那么这个时候的补士 他是什么身份呢 他当时已经做了一个诸侯国 齐国的相 不小的官 那么这个时候的补士就给汉武帝上书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请父子与齐齐船者 枉死南越 他说他愿意带领自己的儿子 率领齐国那些懂得水战 能划船的人到南越去 为国效力 奔赴前线 因为我们知道在南方打仗的话 水系非常复杂 所以你需要带那些通水性的人去 这个事情他就说明 补士对于汉武帝的支持 他是全方位的 不仅在财政上 汉武帝财政困难的时候 他愿意捐财产 在汉武帝打仗的时候 对外进行军事征服的时候 他也愿意为汉武帝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补士的上书一到汉武帝那儿的时候 汉武帝又非常高兴 当然汉武帝不会真的让补士到前线去 去了也没用 对吧 他也不懂打仗 但是汉武帝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表彰一下 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全社会的榜样 把它树立起来 于是就是因为这一份上书 汉武帝赐给补士一个爵位 叫官内侯 这是一个比正式的侯爵仅仅第一级的这么样一个爵位 非常高的一个爵位 除此之外 黄金素食金 良田实寝 不高天下 觉得补士的这种愿意为国家笑死捐躯的精神 值得推广 值得学习 那么汉武帝这么做 他是什么目的 他不会让补士真的到前线去 他是想做通过这么一件事情 激励更多的人来报效国家 尤其是那些以前是通过积累军功获得侯爵的人 因为这些人都是行兵打仗的老手 这些人如果都能够动员起来 学习补士精神 积极响应号召 那前线这个形式肯定就是要好得多 捕士对汉武帝的支持 可以称得上是毫无保留了 即使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捕士的做法也是值得别人学习的 毕竟他是在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 那么汉武帝这样做通过树立捕士的榜样 希望大家都来效仿 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呢 结果是天下莫应 没有人来响应汉武帝的这个号召 这个结果当然让汉武帝感到非常不舒服 他觉得你看前线吃紧的时候 国家这个战争吃紧的时候 愿意站出来为国家分忧解难的 是不是这么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人 而那些有着丰富的航武经验的 享受着国家优厚待遇的这些猎猴们 一个都没有站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皇帝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这个后果怎么严重法呢 正好这一年的九月 按照惯例 这些猎猴要向皇帝献纸经 什么叫纸经 就是皇帝他祭祀自己的宗庙的时候 猎猴都要向这个皇帝献黄金 作为一种祝祭或者是作为一种贡献 因为有这个事情放在这里 汉武帝的这个号召没有得到这些人的响应 所以汉武帝想抓住这次机会 整顿一下 他就命令有关部门 把这些猎猴们献上来的黄金 一律要严格审查 凡是分量成色不足的 一律严惩 这一下子就剥夺了 一百零六位侯爷的爵位 一百零六个人 因为这个事情失去侯爵了 当然他的这个原因不是说 真的是因为这个骤经成色 或者是分量不足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响应 汉武帝前面这个号召 汉武帝这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说你看看你们这些人 不配合国家政策下场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对于卜士这个人 汉武帝继续的提拔 让他一路高深 就坐到了御史大夫这个位置上来了 御史大夫这个官决 我们也以前多次讲过 这在当时是相当于 傅丞相的这么一个高官 但是我们看卜士这个人的经历 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卜士一旦做到御史大夫 这么一个高官以后 他跟汉武帝的这个蜜月期 就宣告结束了 卜士和汉武帝的关系 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卜士到了御史大夫这个位置上以后 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他就不再做那些 能够让汉武帝感到非常高兴的事情了 居然也开始给汉武帝提意见 这个可能是汉武帝始料不及的 那么他给汉武帝提了哪些意见 我们以前讲过汉武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有一项政策叫做盐铁官卖 就是把作为生活或者是生产必需品的盐和铁 纳入到官方专卖的体系当中来 不允许民间经营 那么这就势必造成一个后果 什么后果 你这个盐和铁都处于一个价格高质量低的这么一个水平上 卜士对这件事情提出了批评 还不止这些 另外一个 卜士他虽然是通过捐献财产得到汉武帝的信任 一路做官做到预事答复 但是这个时候 他居然也对汉武帝征收资产税这件事情 也就是算命令跟告命令这件事情提出了批评 他觉得你这么做 其实是提高了经营成本 抬高了物价 这两个意见一提 汉武帝什么态度呢 上游士不越捕士 从此就不喜欢这个捕士了 所以这个捕士在御史大夫这个位置上 只待了一年左右时间就被罢免了 但这件事还不是捕士和汉武帝之间冲突的高峰 那么两个人冲突的高峰是哪件事情 就在捕士的御史大夫被罢免以后不久 有一部分地区出现了汉灾 汉武帝就让很多官员去求雨 为了缓解这个灾情 让大家去求雨 这个时候这个捕士 他不但没有去求雨 还讲了一句让汉武帝非常下不来台的话 什么话呢 他跟汉武帝说 喷红羊天乃雨 你把桑红羊给煮了 老天就下雨了 这个事情怎么又牵扯到桑红羊这个人呢 桑红羊他是帮助汉武帝进行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策略叫做凭准均输 大概的讲呢 就是让政府啊 通过贱买贵卖的这么一个市场规律 从中来牟利 不是就说 你官府直接参与商品经营商品买卖 这是不合天理的 所以老天要有汉灾来警告你 那么所以你看他讲这个喷红羊天乃雨 这个话本质的意义上是什么 他是希望汉武帝停止通过政府直接参与商品经营来获得盈利 我们把不是这个人前后的这个行为做一个比较 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人的行为啊 前后非常矛盾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不是这个人啊 他前后的矛盾前后的表现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矛盾 那么这个人他和汉武帝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 他觉得这个补士的行为啊 表面看上去是非常矛盾的 其实也很好理解 为什么呢 补士一开始愿意把财产贡献出来 这是他的确愿意为国家做贡献 这个人觉悟高 而后来之所以要给汉武帝提意见 是因为他的确看到了这些政策的社会负面效应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补士这个人啊 性格是非常朴实的 他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都是从他的这个感觉啊 从他个人的判断出发 没有太多的心机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恰恰证明这个人非常好 那么我们看到班固在汉书里面对于补士的评价 基本上就反映了这个观点 班固在汉书里面专门为补士立了一封传 他称赞补士这个人啊 说他是质朴正直 这个人有这么一个品格 班固对补士这个评价呢 我们会发现其实啊 这跟汉武帝一开始对补士的评价是非常一致的 补士第一次把财产捐给汉武帝的时候 汉武帝就说补士这个人是一个忠厚长者 那么在汉书里面啊 补士这个人的经历 他又反映了汉武帝怎样一种形象呢 补士这个人啊 能够从一个民间牧羊人做到御史大夫啊 傅成像这样的高位 在班固看来 他再一次体现了汉武帝能够识别人才的慧言 和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魄力 反映出汉武帝这么一个平行 这个人很能识人也能用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 班固对补士的评价 我们现在看来也是可以认同的 补士前后的表现 也让我们觉得 他的确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他对汉武帝的支持 表明他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的支持 他对汉武帝的反对 也恰恰说明他是从国家大局考虑的 而不是一味的只是遵从汉武帝个人的意愿 那么对于不是这个人 司马迁和司马光又是怎么看的呢 他们同意班固的观点吗 如果我们把史记拿出来翻一翻的话 大家会发现 情况可能并不这么简单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 并没有给补士专门立一份传 在司马迁看来 补士这个人还没有单独拥有一份传记的资格 所以补士的事迹在史记里面 他是集中在评准书 这个篇章里面 这是一个主要讲经济题材的篇章 那么谈到补士的时候 司马迁有两句话值得我们细细推敲 哪两句话 第一句话 天子记下命前令 而尊补士 百姓终末分财左宪观 于是告命前众矣 汉武帝一方面 要推广算命令 征收资产税 另一方面把补士这种捐献财产的行为 树立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希望大家都来学习它 但是这个社会上始终没有出现第二个补士 所以汉武帝就不得不采取告命这样的手段 还有第二句话 他说补士象棋 而杨可告明变天下 宗家以上 大抵皆预告 补士做了齐国的相 杨可呢 这个人帮助汉武帝执行告命令 全国中等资产以上的人家 都因为被告发 你隐瞒资产 所以破产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那补士做齐国的相跟杨可执行告命令 这两个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司马迁为什么把他们放在一起讲呢 我想司马迁啊 其实是通过这个表述 向大家暗示 暗示什么 补士和杨可是汉武帝的两朝起 把补士树立为全社会的榜样 让大家来学习它 这是汉武帝请大家喝敬酒 你们看 补士这样一个牧羊人 他能够通过捐献财产 做到齐国的相 这么一个比较高的官位 所以你们这些人都把财产贡献出来 朝廷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汉武帝这杯敬酒 无人领情 那没办法 汉武帝只能请大家喝罚酒了 于是这个杨可就粉末登场 用非常严酷的手段执行告明令 这是司马迁给我们的一个暗示 把这两句话合起来一看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补士这个人啊 是汉武帝实行算命令跟告明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之所以能够登上历史舞台 跟汉武帝这个财政政策 他试图收资产税这样一个政策是密切相关 我们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去追问的话 补士跟汉武帝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非常可惜 史记啊就点到这里为止 那么我们啊 接下来只能看资质通鉴了 看资质通鉴里面怎么讲 资质通鉴里面 大家去看司马光对补士的这个记载 有一个特点非常简洁 在补士做御史大夫之前 司马光只讲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把其他所有的孜孜节节全都删掉了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补士第一次 向汉武帝捐献财财 那个时候政和匈奴打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那么补士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司马光接着讲 上游士贤之 欲尊贤一逢百姓 乃昭拜士为中郎 决左树长 赐田实寝 不告天下 使民知之 贵姬又拙氏 为其太父 补士一做这个事情 汉武帝就迫不及待的 把他树立为社会榜样 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 给补士这个人 封关赐绝给予奖赏 但是大家看 司马光讲这个事情 跟史记和汉书里面有什么区别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司马光啊 这个节奏安排的非常紧凑 第二件事情 自治通鉴里面讲 上记下敏前令 而尊补士 百姓终末分才左线官 于是阳可告敏前 纵影 这句话大家仔细研读一下 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很熟悉 熟悉在哪 其实这句话就是把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司马迁他讲 补士和告敏令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两句话合并成一句话 通过这一点 司马光直接指出 补士这个人跟告敏令之间是有着直接关系 不像司马迁讲的那么隐晦 还要分开两句话来讲 第三件事情 我们前面讲过 汉武帝要打南越 补士又上诉 说自己愿意去卖命 这个事情 汉武帝又非常高兴把他树立为榜养 结果因为这个事情没有人响应 汉武帝剥夺了106个人的侯爵 这么一件事情 司马光笔下又写得非常紧凑 通过这么紧锣密鼓的描写 删除所有的枝枝叶叶 司马光把补士跟汉武帝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 每次谈到补士 就让大家看到汉武帝的意图在哪里 汉武帝缺钱 补士就来捐钱 汉武帝说大家都向补士学习 汉武帝要打仗 补士就说自己愿意奔赴权限去卖命 汉武帝又让大家来向补士学习 这样把补士跟汉武帝的关系拉紧以后 我们细心的读者去读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发现什么问题 我们到底怎么定位 我们到底怎么定位补士跟汉武帝之间的关系 可能有些细心的读者他就能心灵神会 补士在本质上是什么 本质上他就是汉武帝的一个托 对不对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既然补士是靠着做汉武帝的托 才能够做到律师大夫这样的高位 那么他在以后的日子里 为什么不继续托着汉武帝呢 他为什么也开始给汉武帝提意见了呢 而且我们也知道 补士这个托 其实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那么汉武帝要推行他的经济政策 除了树立补士这个榜样外 他还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史记里面没有明说 但是留下了三个字 这三个字非常关键 什么三个字叫济在位 说补士以兰在律师大夫 这样一个高官的位置上以后 开始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了 不愿意继续给汉武帝做托了 于是跟汉武帝唱反调 那么这三个字 司马迁留下的这三个字 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 让我们通过这里能够看到 补士对于汉武帝的态度 前后有这么一个变化 所以是非常关键的这么三个字 所以你看不仅自治通奸里面 把这三个字给保留了 班固在汉书里面也保留了 说明班固其实他也已经注意到 补士这个人对待汉武帝 他前后是有这么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这样的解读 把这个补士理解为 是汉武帝的一个托 甚至有可能是他精心策划 亲手安排的 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依据呢 那么这里有一个旁证 可以供大家参考 什么旁证呢 汉武帝他为了解决财政问题 曾经一度有一个非常强的 化私为公的倾向 想把社会上这些私人财富 收拢来放进国库里面去 这个倾向一度非常强烈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 汉武帝他除了把补士树立为一个榜样之外 汉武帝还经常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补贴国家财政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补士理解为 他是汉武帝安排的这么一个托 不能说这种可能不存在 完全有可能存在 那么说到汉武帝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补贴国家财政 这个事情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 郡国破批灾害 平民无产业者 牧习广劳之地 陛下损善省用 出境前以振援援 有不少地方受到灾害影响 农业收成不好 那么很多平民他只能迁徙到一些自然条件 和土地状况比较好的地方 重新安排生计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得花不少钱 所以为了办这个事情 汉武帝自己省吃俭用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政绩平民 那么通过这么一件事情 能够让我们看到 的确好像汉武帝是值得我们同情 你看当时国家财政这么紧张 老百姓这么苦 皇帝都省吃俭用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那么对于社会上这些富裕阶层多收一点税 这又算什么呢 不是这样一个愿意主动积极的把自己的财产贡献出来的人 难道不值得鼓励 不值得学习吗 那么另外我们还得再问一个问题 汉武帝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补贴国家财神 那么所谓的汉武帝自己的钱 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里有一个背景知识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什么背景知识呢 就是西汉的时候啊 整个财政它分成两大块 一个是国家财政 这个财政是用来干嘛呢 就是支付各级官僚的俸禄 用于各类的军国大使的开支 比如说养兵打仗派遣使节 这些费用都归国库开支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呢叫做皇室财政 所有和皇帝的个人活动 宫廷生活有关系的这个财政开支 都得另起炉灶 不能动用国库 比如说举个例子 皇帝要坐车 皇帝如果他是出巡 他要坐这个车 这个钱你就不能用国库的 你得从皇室财政里面自己开支 但是如果是打仗了 皇帝要亲自统帅出征 他的战车 这个钱就归国库开支 你看一辆车 他都分得这么仔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当时对于公和司 这两块财政界限是非常清楚的 在当时来说 哪怕是皇帝 你如果自己有活动 有个人活动 你不能动用国库 你只能用你自己的小金库去支付 有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皇室财政 也就是所谓的皇帝自己的钱 这个来源又在哪里呢 我们前面讲 我们前面讲过 有一块是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它主要的来源 是靠常规征收的农业税和人头税 这个归国家财政 那么还有剩下几项税项 矿产税 商业税 渔业税等等 这几个税项 它归皇室财政 所以大家看这个所谓皇室财政 也就是所谓这个皇帝自己口袋里的钱 它是从哪里来的 它也是从社会上 通过收税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途径 收集起来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按照原来的制度 皇帝花钱不能动国库 这个制度非常严格 其实是什么 其实也是给皇帝加一个限制 公私分明 你这个不能无节制的花钱 你自己那块花完了 国库的归国库的 你不能乱动 那么现在 汉武帝他把自己的钱 拿出来去补贴国家财政 拿出来补贴社会上的用度 看上去 这个是个德政 做得非常好 但是其实 这里面有一个潜在的威胁 什么威胁 就是混淆公私之间的界限 今天他把自己的钱 拿出来补贴国库 大家一直拍手说 这个做得好 但是改天 他要是自己花完了钱 把国库里的钱 拿过来给他自己用 谁能汉武帝自己花钱 是个无敌洞 而且这个情况 汉武帝把国库里面的钱 拿出来供自己的活动 做自己的活动经费 这个事情的确发生了 事实证明 《史记评准书》里面 有这么一条记载 于是天子 天子北至朔方 都到泰山 巡海上 并北边以归 所过赏赐 用博百余万匹 前经以巨万计 皆取足大农 大农是什么 大农就是管理国家财政的机构 史记这里讲的是 元丰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110年 汉武帝一次大规模 长距离的出游巡行活动 这个足迹从今天的内蒙古境内 一直到达山东海岸 在这个过程当中 汉武帝给很多 自己各种各样的人 给予他们赏赐 花费掉这个步驳 上百万匹 金钱上亿 这个钱汉武帝 都是从国库里面拿来支付 照道理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这是属于皇帝巡行的活动 这块财政 本来应该由皇室财政承担 你不应该动国库里面的钱 但是这次汉武帝用了国库里面的钱 这个情况并不只发生一次 发生过很多次 所以我们细细算算账的话 皇室财政拿出来补贴国库 远远不如他从国库里面拿走的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来总结一下 你怎么理解这个补士现象 汉武帝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起到化私为公的作用 把自己的小金库里面的钱补贴国用 但是因为他是皇帝 所以他还有机会化公为私 把国库里面的钱重新拿回来 给自己用 但是社会上其他人 如果你真要像补士那样 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 那可就是漏包子打狗 有去误会聊 所以 他树立为全社会的榜样 鼓励大家把这个个人的财产捐给国家 那么从这个角度 不是现象就能够得到解释 那么我们讲汉武帝他长年的战争 以及各种各样的行为 给这个社会造成了很多麻烦 包括我们前面即将讲的在财政上的麻烦 那么除此之外 汉武帝的活动也影响到了一位史学家 就是我们经常在谈的这个司马迁 把司马迁也落进来了 并且直接影响到了史记的写作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听下一讲 史公授刑 谢谢 公元前98年 太史令司马迁因罪获刑 最终被汉武帝施以公刑 这样残忍 没有丧失尊元的情法 那么司马迁究竟是因何获罪 接受公刑的司马迁 会把和汉武帝的恩怨 带进史记的写作过程中吗 后世的两位史学家 又是怎样评价司马迁的呢 复旦大学江藤老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汉武帝的三张念头 第十九集 史公授刑 敬请关注